如今,艺术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令人难以置信 从《伦伯朗》到《毕加索》下面为各位介绍一些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艺术品 Nafia for Iponi什么时候结婚?保罗高更 保罗高更以热爱塔西提岛而闻名,他也热爱女性 高更是许多现代艺术家的灵感来源,此画创作于189 在120多年的时间里,这幅描绘两个女人在一幅多彩风景中的作品在一次私人拍卖会上以大约3亿美元的价格售出,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作品 虽然这件后印象派作品的买家没有透露,但艺术界的大多数人认为,卡塔尔王室是现在拥有这件作品 纸牌玩家,保罗赛尚,保罗赛尚在其职业生涯中画了5个版本的纸牌玩家 其中大多数都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收藏中,包括奥赛博物馆和考陶德艺术学员 2012年,全世界都了解到,2011年有一幅画作以超过2.5亿美元的惊人价格售出 这是当时最昂贵的画作,这幅画由卡塔尔王室购买 马丁·苏尔曼肖像和奥普金·科比特肖像,伦伯朗 伦伯朗在1634年绘制了一对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一起展出的画作 这些作品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少在公共场合看到 直到国立博物馆和卢浮宫以大约1.8亿美元的价格联合购买了这两件作品 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将轮流展示这些美丽而珍贵的艺术品 巴伯罗·毕加索的作品确实很受欢迎 因此,他不止一次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话于1932年赴马利·瑟斯沃尔特 前老板,赌场大亨史蒂夫·维恩于2006年同意以1.39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史蒂文·科恩 然而,在交易可能发生之前,永利意外损坏了这幅画 这幅画最终被修复了,科恩仍然感兴趣 2013年最终以1.55亿美元售出 Nu! 6,890万美元的价格打破了这位艺术家此前最畅销的作品 罗阿西斯·拉贝尔·罗曼 女性AII威廉德·库宁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于1953年创作了女性AII 这幅画是女人系列作品中的一幅,所有作品都是大型的 这件作品超过5英尺高,扭曲的人物 这是该系列中唯一一幅私人持有的作品 2006年,大卫格分以1.3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亿万富翁史蒂文·A科恩 以今天的价格计算,该作品价值略高于1.624亿美元 是有史以来第七贵的作品 另一件售价超过1亿美元的作品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的阿戴尔·布洛赫鲍尔一式肖像画 一幅美丽的带有克里姆特的标志性黄金 事实上,她多年来一直被称为穿金衣的女人 这幅画被偷了,后被收藏在维也纳的历程博物馆里 玛丽亚奥尔特曼的家人最初拥有这幅作品 她努力争取将这幅画送回家人 2006年以1.35亿美元今天为1.548亿美元的价格 将其出售给纽约新来酒店的罗纳德·劳尔 早在1990年,文森特·范高就以8250万美元 约合1.48亿至1.52亿美元的价格售出了加切特博士的肖像画 这幅肖像画于1890年,范高去世的同一年 在一次拍卖会上,这件作品的成交价远远高于加士德的预期 日本商人则持相反观点,赢得了拍卖 然而,齐腾已经去世,肖像下落不明 在购买家切特博士的肖像之前 齐腾容易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7800万美元 约合1.4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雷诺阿的一幅可爱作品 名为Baluma and the Logo Act 描绘工人阶级享受周日下午 和范高的作品一样 不知道这幅画的位置齐腾说 她死后将两件作品一起火化 但据信这两件作品都卖给了私人收藏家 2015年巴伯罗比加索的阿尔杰女性 在加士德拍卖会上以1.793亿美元的高价售出 成为拍卖会上最昂贵的艺术品 灵感来源于德拉克洛瓦的阿尔杰女性 毕加索画了15个不同的版本 最后一个版本是在1955年 和许多作品一样 目前还不确定是谁为这项作品花费了近2亿美元 但有传言称 是卡塔尔前总理哈马德·阿勒萨尼拥有